烏克蘭總統帳連司機 星期二在虛擬會議上 對七國集團領袖說俄羅斯 試圖直接將白俄羅斯拉入這場戰爭 聯合過希望緩和從烏克蘭 運送糧食船隻的職業問題 並且要求俄羅斯和其他國方 結束對出港船隻的全面檢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星期二下調了對2023年 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 原因是烏克蘭戰爭 能源和食品價格高企 聯合國開發計劃 星期二警告嚴重的債務危機 正在世界較貧窮的地區蔓延 蓋處一份報告說 54個國家當中近一半 需要立即減免債務 法國總理博欣 下令地方政府徵用所需人員 確保法國油站的汽油供應 法國煉油廠和儲存設施 發生罷工 造成汽油免缺 記錄